川金会破局白宫 何谈仍有希望后门还是开的 川金会破局的原因不少 北韩官方批评日前副总统潘斯是政治白痴 甚至扬言动用核武 加上北韩上周在新加坡的筹备会议中放美国鸽子 都促使美国总统川普在最后一刻踩刹车 但白宫官员透露何谈希望依然存在 为北韩不能再放狠话 美国国务卿庞培欧Mike Pompeo 24日在参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也暗示 川普决定取消川金会的部分原因 也在与北韩对会议准备工作 完全相应不理 此外白宫资深官员透露 在庞培欧与北韩外交官员安排下 白宫赴勿偿哈金 上周率领美方先遣小组至新加坡 准备与北韩事务官员见面 协调川金会后勤事宜 莫想到北韩官员竟然放鸽子 而且几乎一个星期都不联络 据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博明 Matt Podinger私下说法 他并未明确表示 北韩此举是否导致川普取消川金会 但肯定是重要因素之一 博明24日在与白宫同仁的内部会议中说 北韩官员一直未出现 他们根本没有告知我们 就这样让我们白等了 过去这六天美国多次试图与北韩联系 要事先沟通与协调12日的峰会 但他们始终没有回应 副总统潘斯21日在福斯新闻 Fox News受访时曾说 金正恩如不肯达成协议 下场只会像利比亚模式一样 北韩副外乡崔善熙23日晚对此批评 潘斯是政治白痴说 美国副总统居然会说出 这模无知和愚蠢的话 让我无法不感到惊讶 甚至提到两国若不坐下来好好谈 就是用盒子武器对决 一名白宫官员24日表示 崔善熙发表谈话后 政府高层官员开会商讨 而最后让川普决定喊停的关键 就是北韩扬言动用核武 这位官员说 北韩在最新声明中 等于是威胁要以核武开战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任何高峰会能够成功 另一位白宫官员则提到 两国并非没有希望和谈 但北韩必须需要这种强烈措辞 他说 如果北韩想要谈 后门还是开的 但至少他们讲话要改变一下 希望还是有的 但显然的做更多努力